聖誕快樂,何榮在聖誕的新年假期 逐了 PSN 14 天 我答應過一些之前邀請過的朋友 立即跟他玩,一有 PSN 就逐個逐個來 最近很忙,掛著玩遊戲 應該是荒廢了很多東西,但不理會 為何我會用這個曼城呢? 因為我見到這位朋友用利物浦 所以不如用曼城,因為很快 2017年的第一場英超 就是曼城對利物浦 不如用曼城吧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利物浦粉絲 不過今年我很喜歡利物浦 雖然我估計這個車路士冠軍 但問題是始終激情程度 利物浦給人的感覺是很強大的 所以高普這位好教練令人很鼓舞 今年是利物浦的表現 而且經過了這麼多的褪變之後 利物浦終於踢得回一家自己的足球 對利物浦來說實在是一個頗可喜可賀的事 而且利物浦也未獲得英超冠軍 相信他獲得那年大家應該是淚水多於一切 我最喜歡見到一些很感人的場面 所以希望利物浦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前程 尤其是高普的帶領底下成功 我相信都會是一個很難忘的時刻 利物浦近期表現有點浮沉 跟古天奴一定是受傷的關係 如果大家想知道曼城對利物浦的比賽過程 是怎樣預測呢? 大家一定要看《韓喜插波經》的節目 好了,這一邊就是利物浦的攻勢 第一次,有很多朋友說 有一個最好的地方可以聽聽粵語評述 如果大家想聽粵語評述,最重要是消失英語評述 如果不然就答聲 這應該是我的犯規 我當然沒有示出史特陵,我要示出羅列圖 大家都知道我對斯特寧是偏心的,偏心地去生氣他,或者去歧視他 不是歧視他的膚色,是歧視他的門前把握力和意識 這些都要講清楚一點,我不是歧視斯特寧的是國籍,不是歧視他的人 其實說歧視都不對,我不應該說歧視,我要收回言論 不好意思,斯特寧,我不是想侵犯你 有人曾經問過我為什麼斯特寧在利物浦的表現會好過在曼城 我曾經在節目分析比賽時回答過大家 因為斯特寧是一個處理難度高的球是好過處理難度低的球 曼城要他處理的球是簡單的,曼城的球員可以猜空給他 但在利物浦他很多時候要自己攪拌 他自己攪拌就好過他跟隊友互動 所以這一個問題來講,就解釋了為什麼斯特寧在利物浦的表現是好過在曼城 那這片呢,講講一下出了底線 半個小時了,比賽的現實裏出現了 古天奴啊 古天奴究竟會不會去巴赛呢?真是不知道 因為實在呢,現在的情況就是尼瑪又在哄古天奴 蘇羅雷斯又用他在利物浦明宿的身份去哄古天奴 其實呢,我經常都覺得古天奴呢 總是會去巴赛,即是時間的問題 那對於利技的粉絲來說,當然是一個很不開心的事 沒有蘇羅雷斯,然後又沒有古天奴 角球啊 另外,夏薩特當然會去黃馬 到時,古天奴和夏薩特 就在宇宙大戰再次鬥法 再次鬥這個世界上最佳球員的稱號 那未來其實都是他們的天下來的 大衛斯華 咦,這個球給對手從後攔截啊 好,說了這麼久,波經先說回賽事 拉蘭蘭一波分到左路,左路被人頂住的時間 這邊叫做搶到腳下球 有些犯規的情況,球證是吹停了賽事 好,金賓尼相遇復出 古道根也相遇復出 阿古路亦亦停賽其滿 哦,這對曼城明很完整 大衛斯華想說以一敵二 結果在中間很窄的走廊都想嘗試過 給你呢 原來給他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好,這邊再交上來 有個支點的位置,拿到球 再分給韋娜杜姆 韋娜,漂亮啊 廢明爐的是禁區外的射門 這個球叫做利物浦的典型的 是縮矮仔載三腳球入 這個是射門 但是利物浦一路打這些是打得好的 那這個人聽呢 真正可以玩到現實的利物浦出來 值得是加許 幾好東西啊 剛剛給他的球 好,奇雲迪布 坦克車贏的奇雲迪布來 再扼下去啊 這個球的Verdino沒有以為計 再扼下去 哦,這個球是雙重打擊 前又夾,後又夾 上半場0比1落後的是曼城 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